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怪的地方就是在轨越的这一段时间 竟然有所谓的这个情人节其实还蛮特别的 而且还蛮一点点恐怖 但是一点点浪漫 对对对 就是恐怖中的浪漫 是 情人节在越南是一天非常重要的一天 在越南 对 在越南 那越南怎么过 我们怎么过就是送花 送巧克力 或是送一些就是礼物 但是大部分都是男生送女生 男生送女生会落在这个七夕情人节的时候 没有 我们没有七夕情人节 没有七夕情人节 我们只有2月14号情人节 对对对对 一年也是也只有在2月14号的时候 多数的人就是会实底下去过这个情人节 为什么实底下不能很公开的过 这个可以讲到宗教的部分 可能比较敏感的地方就是 在这个回教图 回教国家当中 其实在过这个情人节 其实是比较不被允许的 而且是有一点禁忌 这个可能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知道回教图 如果今天你的经济允许 还有你是比较公正公平的话 其实一个男生可以娶4个太太 对一个男生可以娶4个太太 如果今天政府开放过情人节的话 这就是男生会很忙 会很忙 而且会很花钱 讲到这个花钱要买礼物 我不知道你收到最珍贵 或者说对你来讲说 比较有意义的这个礼物是什么 我其实收到蛮多情人节的礼物 那这样表示说你其实 我行情很好啦 你很多情人就对了 有吗 对我感情很丰富 很丰富 但是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 而且是对我最有意义的 就是可能是这一条项链 真的吗 那一条项链是因为它的价格很贵 还是它的意义很重 它意义很重 很重要 这个是我跟我男朋友 现在的我现任老公 现任老公 还好你刚刚没有讲错 前任老公 没有没有 前任的男朋友 现在的老公 对就是我这个 送我这条项链的 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那时候刚认识 刚好七夕情人节 然后他就是送了我这个项链 然后那时候我吓一下 我说你是年轻人 你怎么会过农历情人节 因为在我的就是认为说 七夕情人节是属于 就是长辈 长辈级的才会过的情人节 对因为他是农历的 是啊 可是我老公都是在过七夕 他反而2月14号 不过 过的就是很暗淡 很平淡 就假装好像没有这个节庆 这样子 其实他想要省钱 有可能他金牛座的 那你 你有没有收到最珍贵的情人节礼物 或是对你最有意义的 我觉得我很少收到情人节礼物 但是呢 我还蛮常送礼物给另外一半的 对 而且我送的礼物其实是还蛮 还蛮现实的 比如说 厨师机 比如说 空气清清剂 对 你看很特别吧 因为我觉得说今天如果你想要送 等一下 所以你另一半的房子是很潮湿是吗 你要送那个 也不是说很潮湿 但是我觉得说送礼物给一个人 因为我是处理座的 所以我会送一些比较实际的 而且一定会用到的 而且他刚好在家里没有 还不错啊 虽然就是有一点 有点重 突然间收到那种礼物就觉得说 这样子你没有办法在餐厅的时候就是 用那种浪漫的晚餐 然后就是一台扛一台很重的厨师机来 来我送你 很大 不会 不太会 而且我觉得说在比较高档的餐厅吃饭 我久久一次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太长的话 我觉得太浪费了 还是我比较小气一点 是蛮小气的 真的吗 过情人节 不管今天是农历的七夕情人节也好 还是国立的这个2月14号也好 它就是一个表达你对另外一半的 或者说对另外你的先生 或者说你的老婆的这个情谊 那如果你没有情人 你没有男女朋友 你可以去月老拜拜 在情人节七夕情人节的 那一天晚上吗 应该是当天吧 应该是当天 当天比较零 可以去拜月老 讲到这个东西呢 我曾经就是到泰国 我在泰国曾经求过圆 而且这个圆是我跟相神 虽然很多人说相神它是 比较属于那种财 就是你希望你今天做生意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有一些泰国的朋友 就跟我讲说 如果你今天想要求圆的话呢 你也可以跟大象说 而且大象旁边会有一只老鼠 老鼠 对这个老鼠它就会听你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会告诉大象 对告诉大象说 大象大象相神相神 我今天有求那希望呢 可能回到台湾之后 可以有另外一半 你应该要跟老鼠说吧 要跟老鼠说 对而且我好好带给它那个项链 然后有后来回台湾有找到吗 如果有找到的话呢 我一定会回去泰国再所谓的还愿 但是那到现在为止呢 我还没有回去表示呢 我还没有找到也不需要还愿 加油 没有 倒不如你去霞海城隍庙那边 就在迪化街那里的月老 真的是很灵验 城隍庙来保佑我们的节目 我想拜月老 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成家有小孩了 月老是用来拜来是求婚姻 感情 如果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话呢 可以来到城隍庙求月老 听说还蛮灵的对不对 超级灵的 那强卫你有没有试验 不是试验 有没有尝试过啊 有啊 我就是当时有男朋友的时候 有来迪化街这边的小海城隍庙拜拜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男朋友是 就是我现在的老公 哦 台湾人 对啊 哦 台湾人 所以呢是越南跟台湾 好 继续 然后呢 我就报他的名字跟我的名字 然后我希望月老可以保佑我们 就是让我们的感情跟顺顺利利 然后有好的结果 结果我跟他结婚 然后生小孩 真的结婚了呀 后来我有去还愿 还愿 记得哦 如果呢 你们如果有许愿呢 不管在任何的庙 那如果有实现 一定要还愿 那Tony 你刚刚有没有很诚心的拜拜 有很诚心的拜拜 希望呢 也有机会 可以有另外一半 那希望呢 所有的朋友 不管是你在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国家 只要你有听到 看到我们的节目呢 希望大家也是会幸福美满 那我发现很多台湾年轻人 不知道是不是很难找到另一半 还是怎么样 他们真的很爱去拜月老 真的 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都去拜月老 然后如果是刚好单身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手上挂一条红色的 红色的线 对没有错 我有看过 对 那而且越挂越多 因为 因为一直都没有 都没有找到 然后一直拜一直拜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缘分 那今天如果是已经属于你的呢 嗯 你就 就好好的 珍惜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还是可以过得非常的快乐 非常快乐 很开心 那印尼有没有去拜月老 什么这一类的 印尼朋友 刚刚前面讲过了 他大部分是回教国 回教徒 但是呢 很多的印尼朋友 相信一些 比较属于当地的习俗 那他们会去山上 或者是说会去森林当中 会去找一些师父 然后呢 请师父帮忙开运 开运 开这个桃花 桃花运 那其实跟越南蛮像 越南有去拜月老 另外也是走比较偏一点的 就是去找一些师父 来帮他们下降头 下降头吗 还是 一些福什么的 挂在身上 希望呢 可以吸引到很多的 桃花 桃花 希望大家如果现在 还没有男女朋友 还没有对象 拜月老之后 很快就找到你的白马王子 跟你的梦中情人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就告辞一个段落 那我们ITV爱死你呢 希望大家多多留言 多多分享 多多给我们按赞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 我是谈音符 Tony 我是常威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如何去求你的这个桃花 好 先暂停 先暂停 没有我要接 我要接 我要接了 接NG 不是 不是接NG 对 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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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其他国家 未必在便利商店 会有卖保险套 印尼没有卖保险套 可是有卖什么 你知道吗 第一票 不是 KY 不散 哈哈 have 哈哈哈哈 沒有 他沒有 因為今天 因為今天 只有结過婚的人才知道 哈哈哈